第三千九百零七集 叶尘一正 连忙停住了手 他呼出一口长气淡淡道 天妖 你总算醒了 你可知道你坑了我多久 天妖似乎早就知道 叶尘这几天的遭遇 开口道 你知道此地 为何和其他地心欲不一样 有规则限制你的黄泉图 天剑 以及诸多五道 不知道 叶尘如实道 天妖师祖继续道 从一开始便注定是考验 玄血宗的考验 在于你的智慧 太平村的考验 在于你心中的道 这两道考验 若是有一道失败 你就不可能得到那个脚 更不可能来到这里 当然 玄血宗和太平村 其实是真的存在地心欲 而他们存在的使命便是 为了等有资格踏入这里的人 他们不知 因为他们是云云众生 是我等布局的一颗棋子罢了 叶尘虽然心中早有猜测 但还是问道 阿毛也是吗 天妖点点头道 其实 阿毛是我的一道神念所画 甚至他的样子 是我最初的样子 当年 我还未修武之时 便被人誉为灾星 被人驱逐 被人憎恨 被人侮辱 叶尘这一次完全正住了 万万没有想到 天妖师祖如此强大的存在 竟然会有这么落魄和不堪的岁月 天妖继续道 不过你对她的守护 还是让我很欣慰的 我和悬妖打赌 好在我胜了 叶尘不关心悬妖和天妖之间的打赌 既然一切都清晰了 她就想尽快离去 毕竟极北天海之中 李飞雪和李青山还在危险之中 忽然有天妖的肯定 她心中还有诸多的不安 自己在这逗留十来天了 会不会有什么意外呢 叶尘继续道 天妖 我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里 叶尘话音刚落 一股极其霸道和恐怖的规则之力 便是出现 下一秒 叶尘身后的虚空撕裂 一扇虚空之门 就此出现 天妖淡淡道 现在就可以离开 不过在离开之前 你要打开石棺 小子 我有些改变主意了 或许是因为 你守护小阿毛的画面 感染了我 你也可以选择不打开石棺 就此离去 当你打开石棺了之后 你就注定踏入了这盘棋 等遇到那人 会被那人发现 然后或许你会死 叶尘听到这句话 沉默了 他知道石棺之中便是因果 甚至因果背后的敌人 不输万须 可是他拥有灵消武艺和武祖道心 他会后退和畏惧吗 当然不会 下一秒 不等天妖反应 叶尘便是猛地打开了石棺 石棺之中 一道惊天妖气骤然出现 里面并没有什么尸体 而是一根骨头 刻着古老文字的骨头 天妖解释道 这是混沌妖骨 妖族质宝 也是一把钥匙 你若是带走 并且炼化它 你就注定和那家伙为敌了 若是碰到那家伙 他必然会对你出手 到时候 你会死 甚至没有活下来的生机 天妖本来并不会多说什么 他对叶尘确实感兴趣 但还没有太多复杂的情绪 可当看到叶尘对阿毛的态度之后 他却是想到了往昔 他反而不希望叶尘是一颗棋子 更不想叶尘卷入其中 可就在这时 叶尘毫不犹豫地将混沌妖骨取出 继续道 该如何练化 天妖一正 万万没想到叶尘会这么果断 先将它置于黄泉图中一段时间 净化其中戾气和规则 叶尘心念一动 混沌妖骨便进入了黄泉图中 叶尘也惊讶地发现 黄泉图乃至天剑 都可以动用了 等可以练化之时 我再通知你 你现在可以离开了 天妖的声音听不出任何情绪 但叶尘却是感受到了一丝同情 叶尘眸子一宁 没有犹豫 来到那扇虚空之门 直接跨入 下一秒 他便是发现自己出现在了原地 他看了一眼黄泉图中的混沌妖骨 不再多想 猛地向着血死玉而去 当叶尘还未踏入血死玉 血神和血龙便是感知到了叶尘的存在 出来迎接 血龙激动道 主人 你这一走就是十几天 关键我等又感知不到你的因果 生怕你再出事啊 叶尘笑了笑 如此我都死在我手上了 我哪有这么容易出事 好了 事不宜迟 现在我们启程去击北天海吧 好 当下叶尘欲龙破空 直奔击北天海 血神骑着金泥兽紧随其后 这次前往击北天海 叶尘有三件事需要解决 一则 是调查北武子弟家族那神物之事 二则 是查清楚李飞雪梁姐弟 为何也会踏入击北天海 三则 是寻找飞鸿玉髓 修复愿望天星 如果能够修复愿望天星 并将之炼化 那叶尘的实力 绝对可以突飞猛进 说不定连破两重 直接冲破始原境 踏入还真境也不一定 当下 叶尘一路破碎虚空 奔赴击北天海 在路上 叙龙问叶尘道 主人 你应该给若雪姑娘 思青姑娘 魏姑娘她们 发一封书信 报平安哪 免得她们担忧 叶尘一正道 他们不在血死欲吗 叙龙道 不在 自从你失踪后 他们出去找你了 叶尘消耗灵气 更燃烧一滴 丹仙酒 仔细地推演天机 果然发现 几次青等人 都不在血死欲 似乎是在一个 特殊的秘境里 那好 我便向他们报平安 叶尘锁定了 三女气息 发出一封飞剑传书 向他们报了平安 同时 叶尘也动用灾难魂域 掩盖所有的因果 免得被人发现了 极尾天海 海岸边 萧青岩 独自一人 眺望着大海 同时等待着叶尘 叶尘这处理事情 也太久了吧 都半个月了 他甚至在想 叶尘是不是出事了呢 疑惑者 忘了极尾天海的约定了 正等待间 他忽然听到天上 传来龙音 抬头一看 只见空间破碎 一道挺拔的身影 与龙降临而下 正是叶尘 这一刻的叶尘 驾驭着血龙 威武堂堂 犹如古老的龙之战神 映照天空 显得无比的辉煌 萧青岩见到这一幕 顿时有点呆呆的模样 目光里 带着一丝仰慕 小姑娘 久等了 叶尘御龙降落下来 血神跟随在他的身后 没事 叶大哥 这是你的战宠吗 萧青岩看了看血龙 只觉血龙身上的血脉气息 也是非常的强悍 显然不是普通的异兽 叶尘道 是我的朋友 他叫血龙 这位也是我的朋友 叫血神 萧青岩听着叶尘的介绍 微微一惊 望向血神道 这位便是血死月的至尊 血神前辈吗 我听说他在儒祖神殿的约战里 已经透支未来 走向了衰竭呢 叶尘心中一沉 没想到萧青岩 连这种事情都知道 明显深入调查过 天人狱的珠湾因果 小姑娘 消息真是灵通啊 我已治好了血神前辈 儒祖也被我斩杀了 那边因果了断 接下来 我们该去极北天海了 萧青岩一听 顿时翘脸失色 惊呼道 什么 你 你竟杀了儒祖 这不可能 儒祖可是掌握着愿望天心啊 怎么会这么轻易被杀死呢 叶尘道 总之儒祖已死 因果了断 此事不用再提 我们出发吧 他不想再提儒祖两个字 因为很可能会暴露因果 引起玄机月 地石天 燕记剑林 宫野风等等人物的注意 他还不想这么快暴露 萧青岩见叶尘不想细说 也就不再多问 当下 叶尘欲龙腾空 飞入极北天海 血神跟随在后面 萧青岩见状 心里惦记那神物之事 也连忙跟了上去 海洋中风暴震荡 轰隆隆作响 惊涛骇浪一层层的席卷 宛如末日的黑暗世界 给人巨大的压迫感 萧青岩只觉呼吸窒息 他修为本来在太真境后期 但从地心狱来到天人狱 实力受到了限制 此时 面对京岛海浪 周围法则又无比紊乱 顿绝难以抵御 郊区似乎要被海浪所吞没 叶尘招了招手道 小姑娘 过来吧 萧青岩脸颊一红 颇为惭愧道 多谢 当下就飞了过来 坐在叶尘后边 和叶尘一起 玉龙破浪前进 海洋中风浪太大 萧青岩坐不稳 一双玉臂 只好搂住了叶尘的腰身 叶尘感到背后的柔软 心中微微一荡 但旋即收敛心神 不为所动 继续玉龙前行 与此同时 如祖神殿那边 梭罗也解决好了 善后之事 所有如祖神殿的弟子 以如一为首 全部归顺 梭罗带着众人 返回血死域 同时摧毁掉 如祖神殿的山门 彻底铲灭此地 所有的因果气韵 那些如祖神殿的弟子们 看到山门覆灭 皆是有点伤感与唏嘘 但想到城王败寇 如祖已经覆灭 没必要留恋 以后跟着叶尘 踏上轮回大道 才是正途 便纷纷收敛新神 不再眷恋旧日之事 此番如祖神殿覆灭 消息无论如何 都是无法彻底隐藏的了 为了不暴露夜尘 苏罗借着血死域的势力 向外界发出消息 说如祖神殿 已经被血神血龙所灭 血龙执掌万象天书 已成万象之王 威压如祖 所以如祖不是敌手 被彻底灭杀了 至于叶尘的消息 他自然是竭力隐瞒 没有轻易暴露 外界听说如祖覆灭 万象之王诞生 皆是无比的震惊 血死欲灭掉了如祖神殿 毫无疑问 成为了当下最为炽烈的势力 一场新的风暴 悄然酝酿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